我們一開始先遇到了明阿妹的老阿嬤 然後我們跟著她到了菜園裡面 看見了這個九層塔 她告訴我們這個九層塔是煮菜的時候可以拿來提味的 然後主要是拿來飲食的 然後後來我們只是想問一下 發現她是中生大學校長的媽媽 然後後來我們也很驚訝 我們想到這位老阿嬤竟然是校長的媽媽 然後後來我們又遇到了這位楊麗湘老奶奶 然後她說這個六神草本來可以拿來除口 説那個是那個豬牙痛的那種 然後也可以拿來也可以拿來泡酒 然後這個和秀地阿嬤 她那時候是在忙著那個收割那個甘蔗 然後她那隻猴子你看看起來就很白癡 你看嘛 那個平常對待我們不好後果 好我們的報告到這裡也結束 謝謝 就是入口嘛 比如騎進來騎騎騎騎騎騎騎 誒我們看到電線展上面有什麼 咸豐草 大家有看到咸豐草嗎 這一個是 射飛鏢的遊戲 請大家看好 站著不要動喔 然後呢再多射幾下 然後再回去囉 然後呢她就是 然後她就在這個 大平頭的這地漆的電線桿這邊 就可以看到她了 好我們請我們小隊員 出來講 請大家歡迎熱烈的講師 大家好 我是第一席旅遊秋文珍 你們可以叫我鬼真子 這是人家幫我取的錯 然後呢在咸豐草的對面 有一個拔辣 而拔辣的這邊 那時候有一個老阿伯 他那邊採收 然後那邊採收的時候 我們看到這旁邊有一個 小番茄田 小番茄田 這是 還沒有成熟的小番茄 是掉在地上的 我們很中式環保 所以我們撿小地上的 這邊旁邊有一個甘蔗 甘蔗 甘蔗可以當結婚的婚禮用的植物 也可以當零醉 大家好 我們是第十一組 然後 我們就是設計那個 路邊的那種 就是路標 然後把它設計比較不一樣 這樣就是可以吸引大家目光 廣禮之蝴蝶招牌設計 然後 我問你們知道這是什麼東西嗎 蝴蝶 誒 你怎麼知道 蝴蝶 蝴蝶的側面 看得出來嗎 好然後 然後 那個 這個就是 溫大哥剛剛到我們去看的 這個 這個叫做蜜圓 是蝴蝶 吸食的 吸食他的致意 然後就是 我的設計 設計的理想就是 就像 廣陵的居民啊 依賴著廣陵 然後就像蝴蝶依賴著蜜圓一樣 所以我就把他泡出來了 再翻一下就好 我先講我的idee 我 我沒什麼創意啦 都想到這邊 小小的看得到嗎 這只是一個是樹葉一個是蜜蝶而已 沒什麼創意 沒什麼創意 我們各主要講各主的創意 我們個人的創意 這邊是我的想法 我覺得 現在我們這裡像個毛毛蟲 還在成長 等他變成蝴蝶之後 這裡會更美麗 更漂亮 謝謝 這個是我對那個 陸牌設計的一個小倉 我覺得用那個破軟而出的蟲 來象徵美濃的傳承 代表是有熊樹 然後它包圍整個廣陵社區 就這樣子 我的設計師認為 招牌不一定要用字 所以我畫的是用圖的 首先先遮這一邊 這個是一條溪 所以旁邊變 再加一條就變雙溪 然後旁邊看一棵樹就是木頭 再加一棵樹 兩個木就變成零 所以這個就是我設計的雙溪母樹林 我非常期待 我們這一次的這個小小的營隊 是一個開始 是一個什麼樣的開始 是各位 就是把自己的學習感官 就是 就是徹底發揮 是各位跟這個土地 跟這個環境 做更多 更多結合的一個開始 那也希望在 來年黃鐵記的活動裡面 看到各位 以這個比較資深的志工 或者是小隊伍的角色 再來參與這個資工培訓 謝謝大家 那也希望透過這些學習 服務 能夠提升大家 更多的一些能力 然後主動呢 對這個社區 有一些協助 參與的一個工作 今天呢 這個營隊 在這個暑假的角色 是一個開始 接下來 還有16小時的 服務的時數 當然你也可以 更多一點 那以及 環節季兩天的服務的工作 那希望 大家能夠在 這個 假期當中 有很多 學習 然後有很多成長的 一個 機會 所以各位同學 我今天看的都非常感動 每一個畫的都很漂亮 調查都蠻深入的 我相信說每一個志工都是 當志工的小朋友 不會變壞 安等真 然後就派三下 安等真 等真 等真 安等真 然後再一次愛的鼓勵 會不會 好來 大家再練習一次喔 會的時候 我們就不用考試了 安等真 就是很棒的意思 各位很棒的意思 安等真 先講一次 安等真 安等真喔 好來 安等真 安等真 等真 等真 安等真 愛的鼓勵 安等真 安等真 等真 等真 安等真 50分了 但是你們剛剛沒有講 對不對 現在換你們講了 預備 開始 安等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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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一百分不用考試了 好 這剛剛的歡呼 就是為你們這兩天的表現歡呼的 好 某天內啊 來喔 來準備 注意喔 1 2 3 跳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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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